意外穿成老鹰家族的青鸟 本以为已经够倒霉了 结果居然还有个狮子未婚服 嫁给那种肉食动物岂不是必死无疑 怎料想象中的可怕场景并没出现 反而收获了纯情年人丈夫一枚 娜娜本是个平平无奇爱看漫画解说的小女孩 意外离世后机缘巧合下 穿进了自己最爱看的小说里 还好巧不巧地穿成了恶毒女配 在这本受人设定的小说里 她是一只出生在老鹰家族的青鸟 没错就像纠战雀巢一样 不知道为啥她妈妈非把她生在老鹰窝里 最后还被老鹰妈妈给孵了出来 要不是爸爸大发慈悲饶了她一命 恐怕她刚破壳就要成为兄弟姐妹的盘中惨了 但由于种族不同 她从小也没少受欺负 而这部小说的男主则是她的未婚夫 未婚夫是一头罕见的白狮 也是身为恶女的原生的唯一救赎 由于原生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都过的极其不幸 便把丈夫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天职地认为只要得到她的爱就能获得幸福 但没想到丈夫的真命天女并不是她 而是一头路 看到男女主日益深厚的感情 令原生极度的发狂 最终原生犯下种种罪行后 被整个狮子一族用石头给砸死 这就是小说原本的剧情 而女孩十岁那年才觉醒这个记忆 那天她正好被姐姐派到森林办事 意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白猫 由于那时她还不会变成人类 于是就只能用鸟类小小的身躯 艰难地捡来草原 然后小心翼翼地敷在白猫的伤口上 等她做完这些已经精疲力尽 没多久就沉沉睡去 结果再次醒来身边早就没了白猫的踪迹 就在女孩抱怨这只猫居然不知恩徒报时 记忆如同潮水般涌入脑海 而她也终于明白自己现在身处的世界是小说世界 意想到原生的悲惨结局 女孩就觉得生无可恋 还好现在只是故事初期 只需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逃跑就行了 然而这一等就是三年 三年后的某个冬日 女孩被大姐派去森林找野草莓 自从她会变成人类后 哥哥姐姐就没少搓磨她 他们明知寒冬腊月根本找不到野草莓 却还是故意派她来找 如果空手而归肯定又要把她关进阁楼了 不过女孩也不是任由他们欺负的白痴 她直接便回鸟身叼着篮子便往回飞 这么冷的天气还不如被他们骂一栋关阁楼呢 她还能趁机偷会儿来 结果等她回到家却发现家里异常安静 好不容易找到大姐她当即飞过去汇报 结果却被大姐狠狠弹了下脑门 闭嘴你这家伙 不是让你准时回来吗 现在如果不想死就安静地跟着我 刚刚我们家被狮子一族入侵了 女孩一听狮子就想到了原生的未婚服 看来主线剧情终于要开始了 现在应该是他们家族得罪了狮子一族 然后被人家找上门算账了 想到这里她当即跟着大姐偷偷撤离 奇怪的是大姐越走感觉狮子的吼声越清晰 没想到搞半天这家伙居然搞反了方向 那根本就不是去往密道的路 于是他们俩就这样华丽丽地和一头狮子撞了个正着 看到气势汹汹朝他们走来的狮子女孩只觉得身无可恋 结果下一秒她就被大姐一把扔起 人后猛地朝着狮子的方向扔了过去 我先撤了老妹 女孩做梦也没想到大姐居然会为了逃跑 把她当幼儿给扔出去 而且还偏偏把她扔到了狮子的脸上 差点给她笑 下一秒她就被狮子一个喷嚏给摊到了地上 这时她才发现这头狮子额间的皇冠标志 拥有这个标志就意味着她是狮子一族的首领 同时也是她的未来婆婆 据说她还是狮子一族有史以来最厉害的首领 总之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想到这里女孩立刻举起翅膀投降 没想到婆婆只是温柔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她 接着下一秒她便听到了婆婆的心声 居然是只轻鸟 看她活蹦乱跳的模样还挺有趣的 女孩听到婆婆这样评价她 以为她是想吃了她 吓得她立刻躺下装死 结果婆婆却半天都没动静 想到自己可能误会了婆婆 女孩又对她撒起了娇 没想到比心的动作又被婆婆误以为在宣战 吓得女孩慌忙解释起来 这时婆婆注意到了女孩翅膀上熟悉的标志 当即叼着她来到了爸爸的办公室 然后把她托付给刀疤狮子 就准备开始和爸爸商谈了 女孩用脚趾想都知道爸爸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她 既然如此 她还不如老老实实嫁去狮子家 毕竟在这个家里实在是太有自由了 他们只要通过一根羽毛就能轻松掌握她的行踪 所以这三年来她每次想逃跑都会重新被抓回来 而且就算她侥幸逃脱也无处可去 毕竟在这个世界轻鸟是不祥的象征 所以她不如老老实实嫁给男主 再说原生之所以会造成那样的悲剧 是因为她对男主太过执重 只要她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然后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和男主离婚 就能迎来崭新的人生了 想到这里女孩顿时觉得心情美美大 而另一边爸爸为了活命 不仅答应每年都会送贡品 还说会把一个女儿也嫁过去 同时也愿意打开利曼运河 听到这里婆婆觉得非常满意 毕竟她的终极目标就是利曼运河 之后她向爸爸选了女孩当儿媳 因为她从女孩翅膀上的标志 感受到了儿子的气息 这个标志只有签订特别契约才会用 虽然不知道女孩之前和儿子有怎样的机缘 但既然她们这么有缘就不应该错误 另外她还听说过青鸟是传说中的神鸟 所以女孩无疑是儿媳的最佳人选 当然这些爸爸是并不知道的 她巴不得早点把女孩这个脱油瓶处理 只是当听到婆婆要每年一千万的供品后 爸爸当机疯了 这可是他们家五年的预算 不过最后贪生怕死的她还是咬牙答应 只是她支支吾吾的模样引起了婆婆的怀疑 奈何不管婆婆怎么威逼利诱爸爸都不肯开口 最后更是直接昏死过去 于是婆婆决定好好调查一下爸爸究竟女孩了什么 接着她便变成人形去找女孩 她明明是传说中能带来祥瑞的神鸟 却惨遭家人处处嫌弃 甚至还被安排嫁去狮子一族联姻 本以为自己会葬身那可怕的肉食动物之口 却没想到被婆家宠成了小公主 前不久收拾完爸爸的婆婆找到了女孩 还温柔地喊她儿媳妇 这可直接让女孩懵逼了 没想到眼前英俊帅气的金发男人竟是她的婆婆 婆婆不愧是史上最强的狮子手里 就连变成人形都那么苦 想到这里女孩立刻兴奋地挥动翅膀打招呼 而婆婆则伸出手和她握了握转 然后郑重其事地捧起她 告知她以后就是狮子家族的新娘了 女孩一听这话立刻用翅膀镜里表示收到 这可爱的小模样可把婆婆蒙坏了 只是想到明天就要回领地还有很多事要忙 于是婆婆再次把她托付给了刀疤狮子 而女孩在得知明天就要前往狮子领地后 便决定赶紧去找出自己的秘密资金 接着她便悄悄用鸟语哄睡了刀疤狮子 然后朝着藏了秘密资金的地方飞去 幸亏她去年冬天觉醒了意念力 可以凭借这小小鸟生干很多事 不然也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只是她突然有些担心哥哥姐姐拥有的强大追踪力 一旦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 结果真是说曹操曹操到 下一秒哥哥姐姐便出现在了门口 还好在他们来之前女孩已经收拾好了各种珠宝 而哥哥姐姐此番过来找她也是为了奚落她 喂小鬼你知道你很快就要变成狮子的盘中餐了吗 念在我们兄妹一场就送你一条项链防身吧 结果女孩看到那条项链脸色猛的一边 这条项链不仅是个经过伪装的炸弹 更是害得女主差点出事的罪魁祸首 而他也会因为这条项链被男主彻底抛弃 没想到居然是他的哥哥姐姐亲手把他推向了深渊 想到这里女孩就忍不住对他们做起了鬼脸 你们这群可恶的老鹰别想忽悠我 哥哥被他的动作气得要狠狠教训他一番 却被二姐给拦住了 他们本就是偷偷溜出来的 如果再耽误就要被狮子们发现了 于是他们当即决定回去 但哥哥还是不死心想给女孩一个教训 他一把拽过女孩把他绑到了油灯上 女孩看到他得意洋洋离开的背影只觉得无语至极 他不会认为这种幼稚的小把戏能困住他吧 觉醒一年立的他早就能轻松应对这种情形了 不过他们刚才的行为还是令他非常不爽 于是决定离开前要好好整一整他们 首先就是要保存好那个项链炸弹 而另一边发现女孩不见了的婆婆 在训斥完刀疤狮子后便开始循着气味找了起来 经过层层搜寻婆婆最终锁定了阁楼 结果她的手刚碰到门把手 整个门就碎了 把在里面的女孩差点吓唤了 婆婆暗暗吐槽了一句门太脆弱了后 便关心起了女孩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 你的兄弟姐妹都抛下你跑了吗 听到婆婆提起她的哥哥姐姐 女孩顿时觉得现在是个 向婆婆揭露家人丑陋面目的好时机 于是她当即用鸟身一通 给婆婆看得一头雾实 但她还是象征性地给女孩跑了场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灵活呢 女孩一看她这样就知道 她是没明白她的意思 于是又开始卖力地比划起来 终于经过她的不懈努力 婆婆在一个小时候 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只是她很疑惑 女孩为何不以人类形态虚似 女孩听到这话 只能无助地雕了雕她的衣服 示意自己没衣服可穿 所以才无法化行 婆婆见她这样 当即带她来到了一间更衣室 女孩看到这里 琳琅满目的衣服瞬间惊呆了 没想到家里居然还 躺着这样豪华的更衣室 想当初她只能 捡姐姐们剩下的衣服穿 想到这里 她当即换了 婆婆想把她养肥了吃掉 还有她一只鸟吃什么肉 她最喜欢吃的可是浆果 但毕竟以后还得仰仗婆婆生物 所以女孩并没有反驳 女孩换好衣服后 婆婆便决定动身离去 这时女孩却突然叫住了她 那个母亲大人 你可以把项链炸弹给我吗 我想用那个报复一下哥哥姐姐 本以为婆婆会觉得她很凶残 没想到她却欣然同意了 还让她放心大胆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于是女孩便趁着夜色 偷偷溜去了厨房 然后去地窖找到了一个秘密保险箱 原来里面藏着爸爸他们 勒索其他小动物的地窃 而女孩准备用那些来对付他们 结果没想到出地窖的时候 和婆婆撞了个正招 因为婆婆知道她做的不是什么坏事 就没过多干预 次日当家人们准备和她告别时 女孩趁机掏出一堆 折成纸飞机的地窃 然后摘下哥哥姐姐送的项链 逃空中猛的一扔 一声爆炸过后 所有地窃化为了灰机 哥哥姐姐被她这一行为气得半死 但碍于婆婆在边上 他们不敢造次 而婆婆更是在踏上归途后 直接炸了老鹰家族的房子 替女孩扫平了一切障碍 她的儿媳自然是她来宠 谁也不能随便欺负他们家的小宝贝 为了更好的乘凉 女孩悄悄使用了意念力 让风吹得更快 结果一个不小心把未婚夫 给吹进了自己怀里 就在不久前 女孩终于成功摆脱了老鹰一家 来到了狮子一族的领地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好在狮子领地 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可以研究 所以她也不算很无聊 只是为了更好的融入狮子一族 她必须恶补很多知识 同时也不能忘了训练意念力 因此这一个月的时间 可谓是转瞬即逝 不过令她郁闷的是 她到这里的时候 男主刚好出去解决 与其他种族的纷争 而如今一个月过去了 依旧没看到她的踪影 也不知道她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虽然婆婆说 她会尽快安排他们的婚礼 但再怎么说 也该在婚前先见见面才行 还有就是 其实她还是很担心 老鹰家族会报复她 不过再怎么说 她如今也是狮子家族的新娘了 让他们也没胆量敢挑衅狮子家族 之后她只要远离男主 做好分内的事 获得狮子一族的认可就行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 提出离婚远离男女主的纠葛 她就能真正过上幸福人生了 正当女孩沉浸在美好幻想中时 突然被侍女告知婆婆在找她 自从她来到这里后 侍女就没给过她好脸色 想想也是 她们狮子一族可是百兽之王 怎么会甘心服侍她一只小小青鸟 好在婆婆是真心对她好的 来到书房后 婆婆便拿出茶点招待了她 并提出了一个令她震惊的决定 那就是后天举办婚礼 而男主将在明天回来 女孩听到这话 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简直就是赏婚了 她连男主的面都还没见过 连她的名字都是通过肖像话才知道 再来就是书中所描述的她 小说里男主总是喜欢女主叫她主人 可以说她是十九竞小说中典型的丰批 所以还是离她远点为面 不然她这小心状可静不住下 看到女孩面色凝重的模样 婆婆忍不住安慰她 别担心儿媳 虽然你未婚夫的脾气有些古怪 但心眼并不坏 这点你可以放心 还有如果她不听话 你就替她屁股就行了 这是我给你的特别权 如果她敢有意见 你就来找我 这话一出给女孩下的一口茶 直接吐了出来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正当两人聊的热火朝天使 侍从突然来报说边境抓到的那条蛇 正因为肚子饿在那里 于是婆婆只能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而女孩在回房间的路上 偶然听到了侍女们的讨论 没想到她们比想象中还要讨厌她 甚至准备设计赶走她 尽管从小到大 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但这次她可不想再隐忍了 于是她当即站出来 恶狠狠地盯着侍女们 为你们现在是在说我吗 虽然我不在乎你们喜不喜欢我 但能不能别让我听到这些闲话 侍女们见她这样立刻道起了歉 没想到她们道歉居然如此爽快 看来还是多亏了婆婆撑腰 只是一句对不起还不能让她消气 于是女孩当即要求她们 替她洗之前买点新衣服 结果没想到那些侍女人 前一套背后一套 她们竟在洗衣服的时候 盘算着如何搞砸女孩 在婚礼上的第一支舞 最后甚至连衣服都没晾就跑了 这可把女孩气得够呛 为了以后更好地和侍女对峙 女孩决定把洗衣篮给搬回去 谁知这篮子比想象中重不少 于是没搬多久 女孩就躲到了树荫下休息 因为刚才搬洗衣篮出了不少汗 女孩便悄悄动用意念力 让风吹得更快了些 结果力道没有把握好 一不小心把树上的面具 少年给吹了下来 好在少年眼疾手快 两人才没撞到一起 你怎么能摇晃树木呢 实在是太危险了 听到少年的指责女孩 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推开了她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 但还是谢谢你的关心 结果少年听到这话却不乐意了 应该关心的人是我才对 我可是因为你差点受伤 女孩还从未见过如此厚脸皮之人 要不是看她是头狮子 她非和她好好理论理论 那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结果少年听到这话 却没有回应 反而直勾勾地盯着女孩看 而女孩被她盯得心里发毛 再加上手臂突然隐隐作痛 令她很不爽 你怎么不说话你没事吧 结果她话音刚落 少年就淡淡地指着自己的手臂 说她可能鼓住了 这下女孩再也绷不住了 这家伙明明就是故意 从树上掉下来的 还请你务必好好休养 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说罢她便飞速跑走了 徒留少年和喜一兰在风中凌乱 因为和未婚夫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 所以在婆婆正式介绍他们认识时 女孩便伸出自己的小凤爪已是不满 谁知未婚夫非但没生气 反而一脸认真地握了握她的小凤爪 前不久女孩在树下乘凉时意外 邂逅了一个面具少年 少年故意碰瓷的模样 给她留下了极差的印象 为了摆脱她的纠缠 女孩敷衍道歉后便飞快逃离 甚至连喜一兰都忘拿了 而在她走后 少年愣愣地看了看自己手心发光的标记 嘴里喃喃道 没想到居然是她 而另一边女孩在回到房间后 才认真思考起了少年的身份 那一头银发蓝眸是典型的白师的特征 到这里来之后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白师 少年看起来和她年纪相仿 那副无赖的样子 看着就不像贵子 不过她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奇呢 难道是因为她的意念里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总觉得自己好像遗忘了某个重要的事情 既然暂时想不起来还是不管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 侍女们要搞砸她在婚礼上的第一支舞 在狮子一族的观念里 新婚夫妇如果能顺利跳完第一支舞 就代表她们的婚姻生活将会一帆风顺 而如果新郎或者新娘任意一方 在第一支舞犯错 就会被贴上不幸的标签 她可不想重演上辈子的悲剧 所以她必须想办法阻止侍女们使坏 想到这里她突然摇铃 把侍女们叫来了房间 并把婚纱交给她们修补保管 看到她们答应了她的请求 女孩终于如释重负 其实这是她特地给侍女们挖的陷阱 目的就是希望她们放弃 其他复杂的计划选择毁掉她的婚纱 而对策她也早就想好了 因为只是一场简单的婚礼 所以婆婆给她买了很多适合婚礼穿的衣服 届时只要随便换一套衣服就行 搞定这件事后 离和婆婆一起吃晚饭 还有一小时 疲惫不已的女孩决定先睡一觉补充体力 睡梦中她再次想到了面具少年 她突然想起她身上的气味似乎和婆婆很像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殊不知她并没有闻错 那个面具少年其实正是她的未婚夫 而她是因为工作提前完成 所以才会提早回来 婆婆见到儿子这样欣慰不已 以前的她总是对各种事情不感兴趣 这次为了见准新娘 居然扔下骑士一个人先赶了回来 看来他们俩之间一定有着某种特别的机缘 想到自家可爱的宝贝儿妻婆婆迫不及待 就想介绍两人认识 于是她当即跑去房间找女孩 没想到却目睹了她呼呼大睡的模样 婆婆见状当即温柔喊她起床 结果女孩却突然赖起了床 为了儿子以后的幸福生活 婆婆当机立断 举着呼呼大睡的女孩来到了餐厅 可把男主给吓了一大条 她还以为她老妈拿来了一团毛球 感情是她未婚妻 看到小家伙歪头晃脑的模样 令她有些忍俊不禁 连忙伸手轻轻拖住了她 而女孩刚好在这时醒来 映入眼帘的就是她那张帅脸 经过一番思索 女孩终于意识到 眼前的人竟是男主 而听到她的声音后 女孩也明白了 白天那个讹人的面具 少年也是她 一想到自己白天 那副引人注目的泼妇模样 女孩当即决定要受连点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谁知男主反而对她不依不饶 夫人难道你对你的未婚夫 不感兴趣吗 还有请把你的手给我 女孩看到她这态度恼火不已 拜托她又不是小狗 怎么把手给她 于是下一秒 她便伸出了自己的小凤爪 没想到男主见她这样 非但没生气 她一本正经地握了握她的小凤爪 原来青鸟是用脚打招呼的吗 看到男主这不太聪明的样子 女孩只觉得无语至极 这时婆婆适时出来打圆场 儿子我想她应该是不太喜欢的 女孩听到婆婆这一身见血的发言 顿时激动地朝她扑了过去 果然还是婆婆最了解她 她要和婆婆天下第一好 吃饱喝足后 女孩摸着圆滚滚的肚皮一脸满足 但男主灼热的视线 还是令她很无适应 搞得她一直想偷偷回头看她 话说她长得可真俊 没想到这时男主突然冷不丁开口 夫人你在这样偷看我全骨都要歪了 一想到男主讹人的前车之间 女孩忍不住脑补出她即将说出的话 夫人你可得对我负责呀 被你视线扫过的地方 可是每一处都很痛 实在是太可怕了 感觉被这家伙讹上会赔得一根羽毛都不胜 众所周知 蛇一向都是鸟类的天敌 但身为轻鸟的女孩对此却是丝毫不虚 反而在小白蛇朝她冲来时 一把捏住了她的七寸 前不久女孩在婆婆的撮合下 和自己的未婚夫吃了第一顿饭 谁知饭刚吃完那家伙又死心不改地开始碰瓷 吓得女孩连忙躲进婆婆怀里求安慰 最后在婆婆的一通安慰下 女孩终于不再计较 而婆婆也安排了男主送女孩回房间 路上男主提出她在初次见面时 好像看见女孩使用了某种特殊能力 她有些好奇难道所有鸟类都会拥有那种能力吗 女孩没想到她会突然问起这个 虽然她不太想回答 但还是决定随便找个理由敷衍过去 也许这是青鸟特有的能力吧 好在男主并不是个大嘴巴 应该不会轻易泄露她的秘密 眼下她只需赶紧把她打发走就行了 结果下一秒男主突然给她系了条胡兰斯的手帕 对了那天你把那个落下了 这时女孩才反映过来这分明是她新买的手帕 原来她是忘记拿回洗衣篮了 没想到男主居然替她收了起来 男主看到她这幅若有所思的模样 当即求谢谢 但眼下女孩并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 所以不能变回人形和她道歉 结果没想到这法让男主误会了 没想到未婚妻你居然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真让人寒心啊 不过还是祝你做个好梦 说罢便关门离去 殊不知女孩只觉得她这样做很神经 只是简单地保管洗衣篮是什么值得千恩万谢的事 而这些男主必然是不知道的 此刻的她回想起了三年前的秋天被小青鸟救了一命的事 自从那天起 她的手心就多了个猫眼石般的标记 这个标记是以寿人的第二颗心脏为代价 签订塔奈托契约的象征 虽然不知道怎么就和小青鸟签订了契约 不过她现在有大把的时间能好好了解她 顺便也能报答一下救命之恩 次日女孩刚醒来 就发现了门口的洗衣篮 上面还附带了一张纸条 为了搬这个我的手差点脱旧了 不出意外她那无耻的未婚夫再次碰起了词 实在是太离谱了 很快就到了婚礼当天 女孩换上了交给侍女们保管的婚纱 却发现婚纱居然完好无损 甚至他们还贴心地给她铺了地毯 这令女孩郁闷不已 这时婆婆和男主刚好来找她 看到两人气度不凡的模样 女孩不由感叹狮子家族的基因实在是太强大 给婆婆都夸得不好意思 而男主突然注意到了女孩头发上绑着的花 你那是真花吗 女孩听到这奇怪的问题疑惑不已 我的衣服配上这朵花会更好看 女孩被她这一举动搞猛了 直到婆婆催她离开她才反应过来 等女孩来到了婚礼现场 就被眼前隆重的场景给吓到了 没想到她居然就要这么稀里糊涂地嫁人了 一想到这些她就紧张地感觉羽毛要炸开了 这时男主突然朝她伸来了手 请把手给我夫人 让我来护送你吧 起初女孩以为那只是一句客套话 没想到男主却紧紧地拉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温暖 让她不安地心渐渐安定了下来 等到了台上婆婆就开始发言 今天是两个孩子的大喜之日 愿他们往后能好好珍惜彼此 如果有人再敢随便议论我定会严肃处置 说吧她轻轻揽过女孩的肩膀 恭喜你儿媳 现在你就是我们家族的一员了 然后她又悄悄暗示了一下男主 男主当即掏出戒指一本正经地替女孩戴上 而女孩也认真地替她戴上了戒指 这种感觉还真是奇妙 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拥有了新的家人 仪式结束后就剩第一支舞了 不得不说狮子家族的婚礼流程还是很简单的 想到这里她把喝了一半的果汁放到一边 这是她之前学到的礼仪 果汁不能全部喝完 而她一放下就有侍女过来收拾 女孩一下就认出了 她是那天议论她的几个侍女之一 果然下一秒侍女端着盘子就开始东倒西歪起来 为了不让她把果汁泼到自己 女孩悄悄动用能力让杯子掉转了方向 这下那个侍女反而被果汁泼了一身 这时另一个侍女立刻赶来替她整理衣服 抱歉少夫人没有见到你衣服上吧 让我来替你检查一下 女孩没想到她们这次居然这么安分 当即蹲下告诉她们自己没事 结果却意外发现了替她整理衣服的侍女的手有些脏 还没等她细看侍女就把手背到了身后 女孩突然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立刻四处张望起来 突然在角落里发现一个侍女正蹲在地上鬼鬼祟祟做些什么 男主见她这样当即表示自己可以帮她 女孩觉得目前并没发生什么便拒绝了她 结果下一秒一条小白蛇就直直朝她冲满 还凶狠地发出嘶嘶的叫声 尽管女孩有着对天敌本能的害怕 但她却丝毫没有对 而是利用能力一把捏住了蛇的气侧 速度之快让男主都没反应过来 看到这幅景象倒是让她对自己的未婚妻更感兴趣了 狮子家族的新娘竟是一只青鸟 而且那只青鸟还生情了她的天敌白蛇 这顿时让狮子家族的众人都对她刮目相看 前不久的婚礼上不知从何处窜出一只白蛇直直朝女孩冲去 多亏女孩及时捉住她才避免了威胁 就在女孩要阻止她乱动时 小蛇突然委屈巴巴地用意念和女孩交流起来 太可怕了我会听话的 你能让那头狮子把剑收起来吗 我只是因为你的鞋子闻起来很香 才会忍不住扑过去的 女孩没想到这条小蛇居然也能用意念说话 她一直以为那是高级兽人才能做到的 小蛇看到女孩愣在原地以为有戏当即开始嫌殷情 实在是太抱歉了 我已经知道错了 可以不要杀了我吗 我才只有七岁还不会化形变成人 看到小蛇那一脸馋媚的那样 女孩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别担心我会让你安全离开的 这话让小蛇感动得痛哭流涕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善良的人 女孩明白小蛇是条特别的蛇 因此不能轻易交给男主 刚好这时她看到了远处的婆婆 当即一脸兴奋地冲了过去 结果没想到一个用力过猛把小蛇给晃晕了 婆婆温柔地摸了摸女孩的头 夸赞她非常有捕猎天赋 而狮子家族的众人也对女孩刮目相看 虽然这件事是个意外 不过阴差阳错得到了家族成员的认可 也是个好兆头 就是她实在搞不懂小蛇为何会被她的鞋子吸引 但眼下她没有时间多想 因为第一支舞的时间到了 看到男主朝她伸来的手 女孩紧紧扣了上去 然后两人正式开启了第一支舞 看到男主越来越近地帅气面庞 但女孩忍不住小脸一红 起初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 直到女孩不小心踩到了男主的脚 鉴于男主之前碰瓷的恶劣行径 女孩十分担心她会大肆讹人 谁知男主只是淡淡地说没关系 还说只是这一脚不会那么容易把她踩骨折的 比起这个她倒是反而更担心女孩的脚踝 女孩第一次被这家伙这样嘘寒问暖 突然觉得很不适应 这时第一段曲子刚好结束了 就在即将进行第二段曲子时 女孩突然左脚斑右脚差点来了个平地帅 好在男主及时扶住了她 然后男主又让她紧紧拉住她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 男主的手强劲而有力 让女孩不由地感叹她长大后应该会变得比现在更强壮 而男主看到她发呆忍不住打去道 夫人看来你根本无法好好集中精神 女孩听到这话忍不住反驳起来 奈何她根本说不过男主 好在最后第一支舞总算顺利结束了 想到男主一次次地帮助她 看起来应该是并不讨厌她 想来他们未来的生活也不会太难过 希望不会走向既定的悲剧结局吧 婆婆看到两人顺利完成第一支舞也是松了口气 接下来就要处理小蛇了 这条从狮子家族边境发现的小蛇似乎出身贵族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发狂冲向女孩 女孩要是被咬了就出大事了 这次这些侍女们真的做得太过分了 她本以为安排一些年轻的狮子 能帮助女孩更好地适应这里的生活 没想到事与愿违 好在女孩自己成功化解了危机 明天应该去好好安慰她一下 想到这里婆婆看向了女孩 没想到女孩突然露出甜甜的笑容 婆婆见她这样当即愣住 随即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看来她的儿媳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第一支舞结束后 女孩和男主开始给宾客分发伴手礼 其中一个老头一直故意指和男主说话 然后把女孩晾在一边 这可把女孩气得够强 当即开始刷存在的 尽管老头有些不悦 但出于离她还是不得不回应 接着女孩递给她一包草药做的饼干 先生这个饼干有益于顾眼 看到你眼里一直只有我丈夫我很担忧了 还请你务必多吃点早日恢复实力 老头被她说得干大的不行 而女孩更是豪气地送了她一大堆饼干 最后在大家的议论下 老头不得不抱着一堆饼干信心离去 为了和男主拉近关系 女孩主动提出想和她当朋友 没想到男主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但转头她就把女孩带回房间 开启了甜蜜同居生活 就在不久前 女孩用自己的智慧轻松打发走了瞧不起她的老头 而在收拾完老头后 后面分发伴手礼就是一帆风顺了 等到送走所有的宾客 女孩决定去好好调查一下那些侍女 因为她怀疑白蛇的出现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没想到她前脚刚动身朝侍女们走去 后脚男主就跟了上来 女孩疑惑她为什么要跟着她 男主淡淡地说她只是比较好奇女孩要做什么 女孩以为她是来看热闹的 顿时非常不高兴 你老婆可是差点被蛇咬死了呀 而另一边侍女们正在讨论这次失败的行动 黑发侍女表示她一直以为小蛇只是只右蛇没有用心 金发侍女表示那只是小蛇的伪装 实际她甚至是一只会用意念说话的蛇 不过无论如何她已经销毁了所有证据 所以暂时应该没事了 而宗发侍女则认为她们应该主动说出真相并道歉 这个提议并没得到两个同伴的认可 她们反而认为宗发侍女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这时金发侍女突然撇到女孩她们朝这里走来 当即借口还有活没干匆匆离去 女孩见她们这样立刻追了上去 直到她实在追不动大声喊着停下 侍女们这才假装终于发现了她 女孩皱眉看着她们不悦道 你们是在躲我吗 其实我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是关于小蛇的事情 一听到小蛇侍女们淒淒变了脸色 这心虚的模样任谁都能看出有猫腻 不过女孩却没有揭穿 其实我是想说我刚刚被小蛇吓到 所以想在睡前喝点热可可 不过说起来还真是奇怪啊 不知道为什么小蛇会突然出现在狮子领地的首度 听到这话侍女们更不安了 而女孩也撇到了金发侍女鼓鼓囊囊的口袋 直觉告诉她那很可疑 于是在侍女们告别她离开时 她悄悄动用意念力弄来了金发侍女藏在口袋里的东西 那是一个红色的小包裹 里面放着侍女偷偷撒在她鞋子上的粉末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原来是柏树皮粉 难怪小蛇会不受控制地被吸引 女孩被她的声音吓了一大跳 她当当太专注于侍女们 都没意识到什么时候和男主离那么近了 想到这里女孩往后退了一步 没想到脚踝突然猛地一通 下一秒女孩就跌倒在地 自从她踩了男主的脚以后 她的脚踝就一直隐隐作痛 现在更是站不起来了 男主见她这样当即上前扶住她 你可以依靠我夫人 到我背上来吧 说完她脱下外套贴心地给女孩系上 看到女孩迟迟没有回话 男主又补充道 如果你喜欢公主抱也不是不可以 吓得女孩立刻爬到了她背上 虽然初次见面时 她一直觉得她是个怪人 但没想到如今倒是意外的可靠 仔细想想其实和她亲近点也不是什么坏事 毕竟无论如何 他们都必须度过一段夫妻生活 直到女主出现后和平离婚 想到这里女孩突然释然了 我重骂你背得累不累 你确实有点重 听到男主这倩倩的回应 女孩就气不打一出来 果然这家伙还是本性难以 还真该好好揍她一顿 男主瞥见她气鼓鼓的小妹样 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还是女孩第一次见她笑 她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就连笑都能这么好看 看愣神的她忍不住脱口而出 我们可不可以当朋友 没想到男主听到这话突然停下脚步 淡淡地回了句她不想 这顿时让女孩尴尬不已 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说出这句话 没想到就这么被她轻易否决了 而在她问男主为什么不想和她当朋友时 她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时女孩突然意识到 这不是去自己房间的路 直到男主打开另一间房间的门 从现在开始这里将是你的新房间 夫妻应该共处一室 当女孩看到室内摆满了可爱的玩偶后 顿时惊呆了 不知道男主是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 男主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放在床上 然后就掏出医药箱替她包扎脚踝 女孩看到她娴熟的上药手法当即愣住 早就听闻狮子一族的能力 是使身体强壮到极限 而过度使用这种能力会造成很大的副作用 不知道男主是不是因为这样 才会对包扎伤口如此熟练 原作中男主和袁深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而女孩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 能感受到她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 此外总感觉男主能轻易看透一切 就好像行走的百科全书一样 不过无论如何她今天都帮了她很多 所以她还是应该好好感谢她才行 这时侍女给女孩送来了热可可 女孩在杯底发现了一张写着对不起的纸条 想到可能是白天的侍女给她的 女孩更坚定了要查明真相的决心 男主则在一旁提出她先去洗漱了 听到这话女孩猛地把嘴里的热可可吐了出来 她为什么要跟她报备 突然搞得她很紧张 难道他们俩真的要度过一个火热的新婚之夜 因为对新婚之夜太过紧张 女孩竟在洗澡的过程中不慎变回了鸟身 就在她即将溺水之际 多亏男主一把把她捞了出来 这才避免了一场干大的危机 就在不久前男主把女孩带回了他们的心房 不仅主动给她包扎了伤口 还提出自己要先去洗漱 结果就是这话让女孩误会了 毕竟再怎么说她可是十九镜小说的男主 对于新婚之夜这种事情应该是信守年来 尽管现在他们年纪都还小 但女孩还是忍不住浮想年天 直到男主穿着可爱的小浣熊睡衣出现在她的面前 女孩这才明白自己曲解了男主的意思 看来没事真不该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小说 想到这里女孩连忙刚大起身 那我也去洗洗睡了 毕竟卫生很重要 等来到门外她简直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胡思乱想就算了 居然还说什么卫生很重要 她真是疯了 现在男主一定觉得她是个怪人 她还是早点洗漱完回去睡觉吧 仔细想来今天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好在婚礼有惊无险的结束了 正当女孩决定起身回房间时 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下一秒她就变回了鸟身 由于翅膀被泡沫缠住 女孩无法飞出浴池 眼看她即将溺水 她立刻嗶嗶嗶地呼救起来 外面的男主听到动静连忙打了进来 一把把她捞出浴池 然后温柔地拿出浴巾 替她擦了起来 你在浴室应该要小心点才行 不过你为什么会突然解除人形呢 女孩一听这话顿时害羞地躲到一旁 因为太累不小心解除了人形 这是实在是太尴尬 还是自己收拾残局吧 等男主出去后 女孩重新变回了人形 接着她就换上了男主的同款睡衣 这时她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个房间好像只有一张床 她还不如一直当只鸟 现在要以人形面对男主也太尴尬了 但是以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只是她很担心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比如拉着手睡觉什么的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尖叫出声 不行不能拉手 没想到男主听到这话直接笑出了声 你该不会以为一对男女 只要手牵手睡觉就会生小宝宝吧 放心吧我不会和你牵手的 快过来睡觉吧 看到一脸呆滞的女孩 男主突然觉得她很可爱 为了让女孩安心 她搬来一个长颈鹿玩偶 放在床的中间 这可把女孩吓坏了 这还是那个十九经小说中的起场高手吧 居然会做出这种幼稚的事 不过这样她倒是终于可以放松了 看到熟睡的男主 女孩也翻身沉沉睡去 次日等她醒来 是发现男主早就不见踪影 而她不知何时把被子全卷了过来 还有那只长颈鹿玩偶 则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虽然对于没见到男主有些疑惑 不过她转念一想 如果见面恐怕只会更尴尬 这时婆婆刚好来找她 女孩兴奋地告诉婆婆 她昨晚睡得很好 并细心地注意到了婆婆手上的伤口 婆婆表示这些伤口不是什么大事 同时她对女孩稳定的情绪很满意 看来那些侍女们 没再整出什么其他幺蛾子了 虽然找到了侍女们 制造婚礼上的骚乱的确凿证据 但婆婆更想知道 是否还有别人参与了这件事 而且她也怕女孩知道真相会难过 而且昨天婚礼上发生的事情 你不害怕吗 都怪我没有提前做好准备 女孩见到婆婆自责的模样 连忙摆了摆手 别担心母亲我真的很好 不过那条小蛇到底是什么来头 婆婆听到这话 一脸凝重地说出了事情 她是蛇王最小的孩子 由于最近他们家族动乱 她趁乱跑了出来 其他消息还在调查中 接下来婆婆打算时刻把小蛇带在身边 女孩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然后又趁机询问婆婆小蛇叫什么名字 在听到卡努斯这个名字后 女孩猛的一惊 这不是未来女主的得力帮手吗 同时她也是个天才科学家 听说她创造了很多革命性的商业项目 也就是说她只要和小蛇合作 很快就能实现财富自由了 毕竟以后她离婚了 肯定需要一笔生存资金 想到这里女孩顿时乐开了话 当即要求婆婆把小蛇交给她处理 婆婆欣然同意了这个请求 还给女孩递上了刚在路上摘的树莓 女孩收到树莓 终于明白了婆婆手上的伤口是从何而来 这顿时让女孩感动过瘾 而婆婆在离开后不久很快就把小蛇送了过来 只是小蛇那气鼓鼓的模样 看起来不是很好相处 为了惩治那些企图陷害她的侍女们 女孩决定忽悠小蛇帮忙 结果没想到从侍女们那顺来的柏树皮粉 倒成了帮助她成功收买小蛇的筹码 前不久女孩从婆婆那里要来了小蛇 结果那家伙脾气异常暴躁 就像个被点燃的炮杖一样 为了防止她误伤自己 女孩不得不给她戴上了嘴套 结果却让小蛇更不满了 没想到你们就是这样待客的 亏你还是狮子家族的少夫人 女孩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感觉这家伙说的的确也没错 小蛇一见有希望立刻迈起了吗 对啊对啊我才只有七岁 一直这样戴着嘴套也太可怜了 看到女孩那副不为所动的模样 小蛇最终只能不情不愿地发誓 好吧那我只能赌上 我们蛇族的名誉发誓绝不会咬人 再说如果你实在放心不下 也可以对我用上次你用的神秘力量不是吗 女孩没想到小蛇居然发现了她的意念力 为了保住她的秘密 女孩当即替小蛇解开了嘴套 接着她又和小蛇自我介绍说自己叫难了 没想到挣脱束缚的小蛇突然骄傲起来 她觉得自己是女孩的天敌 没必要和她自我介绍 这可把女孩给气坏了 抓起嘴套威胁起了小蛇 果然下一秒小蛇就老实了 一脸谄媚地说自己叫卡努斯 见她终于愿意配合自己 女孩决定问她一些问题 没想到小蛇却和她谈起了条件 果然蛇类都是狡猾的 而最初没被女主收服的小蛇也没那么随和 所以想让她轻易敞开心扉确实不容用 想到这里女孩立即翻出之前 从金发侍女那里顺来的红色包补 然后递到了小蛇面前 果然小蛇一闻到这个味道就兴奋起来 看来这个白树皮粉对蛇类来说就像猫薄荷一样 接着小蛇奋力游到女孩脚边撒起了胶 姐姐这是从哪里得到的 可以给我吗 女孩健壮当即诱惑起小蛇 你想要吗 想要就要拿出点诚意来 小蛇听到这话突然张开血盆大口 你就不怕我用毒牙咬你吗 女孩被她这副样子下了一大天 但很快又镇定下来 你怎么会咬我呢 你可是以家族的名义发过誓的 小蛇想到自己的誓言顿时收敛了不少 好吧 那么姐姐如果我如实回答你的问题 你可以给我一些白树皮粉吧 女孩被她这可爱的小妹要蒙到 当即摸了摸她的下巴欣然同意 然后还爽快地预付了点钉筋 小蛇盯着那一点点白树皮粉很不爽 但女孩却告诉她 之后我会根据你的表现给报仇 首先你要告诉我是谁把你带去婚礼现场的 小蛇一边畅游在白树皮粉中一边回答不知道 女孩对她这荒谬的回答感到不可领域 小蛇见她这样顿时委屈的不行 呜呜我在边境被抓后就被锁在一个大房间里 每天都吃不饱 明明我一天要吃五顿 他们却只给我提供三顿 导致我的胃都饿小了 然后婚礼那天有几个蒙面人用袋子把我掳走 所以我根本没机会看清他们的长相 女孩没想到侍女们居然那么谨慎顿时犯起了仇 不过下一秒小蛇的话又给了她希望 原来她虽然没能看到那些人的长相 但能通过声音和气味分辨出来 她能肯定掳走她的人是一头二十出头的母狮子 而从她的说话方式来看感觉是这里的侍女 女孩听到这话顿时有了主意 她打算让小蛇当众指认侍女 而小蛇则一脸谈媚地找她所要报道 女孩当即慷慨地撒了一把百树批粉给她 小蛇见她还是那么小气当即抱怨起来 姐姐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你怎么还是只给我那么一点点 女孩看到她那无赖的模样顿时头疼不已 好歹也是蛇王的孩子 怎么这家伙如此娇柔作作 而就在这时男主刚好回到房间 正好撞见了女孩和小蛇在一起的这一幕 吓得小蛇直接窜到了女孩脖子上 两人各怀着心事 一个是害怕老公生气 她擅自把小蛇带回房间 一个则是害怕这头狮子嘎了她 而女孩听到小蛇的心声 当即命令她从自己脖子上下来 毕竟她可不准别人说她老公坏话 而男主并没有如两人预料中那般暴跳如雷 而是一脸平静地接受了现实 这时女孩眼尖地注意到了她脸上的淤青 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难道昨天她睡着的时候撞到了她 结果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下一秒男主的话就印证了她的猜想 因为某人昨天睡姿太差导致我脸颊刺头 所以我就早早起来去散了个步 女孩一听这话立刻心虚地别过了脸 但男主却不依不饶 那么夫人你觉得你该如何负责呢 此刻的女孩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到底为什么她总是在这家伙面前出仇 经过一番调查和部署后 女孩不仅狠狠惩承治了陷害她的侍女们 还成功在狮子家族站稳了脚跟 这不禁让男主对她刮目相看 前不久女孩在找小蛇帮忙作证 指认陷害她的侍女十一外被男主当场抓包 而女孩突然想到如果审问侍女十有男主陪在身边 应该会更顺利 于是她当即一脸娇羞地恳求男主和他一起去审问侍女 没想到男主意外地狠吃这一套 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而小蛇看到两人这暧昧的氛围忍不住吐槽道 哎呦你们俩这是在演什么爱情片吗 话说为什么你们俩身上的气味是一样的 特别是这位狮子兄弟进来后味道就更浓了 就好像静谜夜空中挂着一轮明月般的气味 女孩听到这话一头雾水 当即抓过红色包裹威胁道 如果你在胡言乱语就别想要摆树皮粉了 小蛇见状只能乖乖闭嘴 然后顺势缠上了女孩的手腕 尽管女孩现在已经没那么害怕她了 但任谁看到天敌缠在手腕上也会很不得意 于是下一秒小蛇就被男主一把拽了下来 改为缠到了她的手腕上 然后男主冲女孩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小家伙的 小蛇被缠到男主手腕上后果然老实了不少 只是她突然觉得自己很迷茫 居然成了别人恋爱play的一环 接着他们三个就朝着女孩原本的房间走去 女孩向男主解释了自己前几天偷听到侍女们说她坏话的事 没想到男主意外的很平静 看来她早就知道了某些事 而这时男主注意到女孩视线转过头朝她看去 吓得女孩立刻撇过脸 然后朝自己脸上摸了摸 明明脸上也没东西男主为什么要突然看她 想到这里她再次偷偷朝男主看了过去 没想到刚好被她当场抓包 看到男主那深邃如大海般的蓝猛 女孩只觉得自己快要被吸进去了 吓得她立刻闭眼加快步伐往前走 经过一番波折终于成功抵达了房间 而这时侍女们也如约而至 看到小蛇的瞬间黑发侍女的表情顿时凝固 而女孩也趁机提出了叫她们过来的来意 从现在开始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 希望你们能诚实回答 首先你们还记得这个粉末吗 侍女们见到那袋粉末顿时变了脸色 但她们还是强装镇定表示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女孩早就料到她们不会轻易承认 哪怕讲述了一遍她们的作案经过 她们还是连连否认 于是女孩转而询问她们被她安排去洗衣服那天 究竟密谋了些什么 而男主则配合地端来了洗衣篮 你们那天密谋要在婚礼上陷害我的话 可是被我听得一清二楚 还想狡辩吗 然而即便是铁证如山 黑发侍女和金发侍女还企图颠倒黑白 故意编造了那样的谎言 总之我们是绝对没做过那样的事的 这时卡努斯突然跳出来指认 就是他们几个把她掳走带到了婚礼现场 她当时还听到他们说什么小姐别担心 而小姐正是宗发侍女的名字 被点到名的她吓得立刻扑通一声跪下 当即边哭边道歉起来 黑发侍女见状也扑通一声跪下 边望啊少夫人 说不定是这条狡猾的蛇用了什么诡计得知了小姐的名字 金发侍女听到这话连连附和 没错少爷少夫人你们可不能随便听信一个外人的话 看到两人不知悔改的模样可把女孩气得够强 如果今天不好好收拾他们俩 恐怕她今后很难在狮子家族立足 只是她该怎样才能逼他们承认呢 正当女孩一筹莫展之际男主掏出了一只钢笔 然后告诉女孩只需用他在空中画出一条斜线即可 女孩听到这话当即在空中画了条斜线 下一秒侍女们在洗衣服时密谋的场景就浮现在眼前 就连他们密谋的内容都听得一清二楚 这下侍女们算是真的白口莫辩 就在女孩准备好好惩治他们时 男主竟突然提出她要先行离开 因为她觉得没她在场女孩应该能更好的大展身手 临走前她还不忘嘱咐小蛇保护好女孩 尽管女孩不知道男主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她还是决定事后一定要好好感谢她 接着她便开始对侍女们一一做出了惩罚 首先她毫不犹豫地开除了金发侍女和黑发侍女 黑发侍女一听这话立刻紧紧拉住她的衣板 即使你是少夫人也不能这样对我 你没有这个权利 女孩狠狠拍开她的手 谁说我没权利的 婆婆早就给了我授权 我现在可是这里的女主人 女孩话音刚落一大帮侍卫就冲了进来 然后随着女孩的一声令响 她们便毫不留情地把金发侍女和黑发侍女给拖了出去 接下来就要处理小蛇了 和其他两个侍女不同的是 小蛇做错事后一直想要补救 甚至还偷偷给她送了对不起的纸条 而女孩也明白一味地开除不能解决本质上的问题 于是她决定再给小蛇一次机会 当然她也不是白给机会的 她需要小蛇用第二颗心脏和她签订塔纳托契约 这样她就再也不能背叛她了 当然如果小蛇不能接受她也会给她介绍一份新工作 没想到小蛇居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很快两人便完成了契约签订 女孩的手背上多了一个小珍珠的标记 而小蛇的手背上则是多了一个猫眼石的标记 之后小蛇变成了女孩的专属侍女 小蛇还是第一次目睹塔纳托契约签订的场景 好奇地打量起了女孩手背上的标记 这时女孩才终于想起她的存在 连忙把满满一袋柏树皮粉送给她一世感谢 只是小蛇突然感到有些疑惑 明明签订塔纳托契约后 契约者应该会沾染一些对方的气味才有 为什么女孩身上还是只有平时那股凉爽的如同月亮般的气味呢 而另一边男主正在树上静静地观察着他们在房间内的一举一动 看到女孩把这件事处理得这么完美 顿时让她对女孩更加感兴趣了 因为女孩出色的工作能力 婆婆决定把祈祷秋日巡游顺利进行的宴会 全权委托给她操板 甚至还派男主过来帮忙 毕竟她比任何人都希望看到小夫妻的感情突飞猛进 就在不久前女孩完美解决了侍女陷害她一世 并因此得到了男主的青睐 而她和小简签订塔纳托契约的场景也勾起了男主的回忆 男主看到手心里内独属于女孩的猫眼十应景 在想到从女孩手臂上感应到的属于她的月光时的气息 看来他们俩也曾签订塔纳托契约无疑了 不过她却对当时的情况完全没有印象 她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两人是如何相识的 但既然知道签订了契约 那现在她就可以尝试感应一下她手臂上的印记 果然下一秒男主就成功感应到了女孩左臂上的月光时印记 然后她悄悄隔绝了小简的印记 因为她私心里只希望夫人身上有她的印记 不过即使她这么做了那个粗心的小笨蛋恐怕也不会察觉到她 但这传说中的塔纳托契约真有那么神奇吗 听说她能把自己的力量转移给契约者 如果夫人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想 感觉这个契约像个无形的枷锁把他们俩都给束缚住 而且他们其中一方如果随便带着对方的气味到处乱晃 恐怕会被别的兽人盯上 那她再怎么才能留住夫人呢 夫人那么聪明勇敢又向往自由 感觉随时会离她而去 可她又不想和夫人像伴家家酒一样当朋友 因为她最讨厌的就是朋友这两个字 而对于男主的这些苦恼女孩当然是浑然不知的 次日清晨她就赶紧写了份报告 准备给婆婆汇报昨天处置侍女们的事 这时她突然想到男主的钢笔还没归还 感觉那东西这么厉害应该不是个寻常误解 只是直接问男主她恐怕不会如实告诉她 但她又完全想不通男主 为什么要给她用那么珍贵的东西 一旁的小姐见她这样立刻询问她报告有没有写好 这下女孩才不再纠结 并吩咐小姐把报告去送给婆婆 小姐接过报告猛的一句话 好的少夫人从今往后我会当个正直的人 修罢小姐便狂奔出去跑腿 徒留女孩一人在原地尴尬不已 那个契约效果这么强了 感觉小姐都脱胎换骨了 不过签了那个契约对她来说 除了手背上多了个印记 其他倒是没什么影响 无论如何今天的工作总算顺利完成了 接下来就可以继续按计划进行了 首先要先去找男主 根据之前的试探 想和男主成为朋友 还需要多和她了解一下彼此 其次她还不能忘了投资小蛇实现早日退休 最后虽然之前她因为在婚礼上徒手生情小蛇 得到了狮子家族重人的任务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下一步她还得找到出去的机会 听说狮子家族的领地上 有一位消息灵通的情报员 如果能提前收服她以后会有很大的用途 不过该怎么得到出去的机会呢 她是不是该问问婆婆 有没有什么跑腿任务 另一边小姐拿着报告递到了婆婆面前 婆婆接过报告恶狠狠地对小姐说道 你应该庆幸这次我是让儿戏亲自处理的 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明白吗 小姐听到这话立刻实相地表示自己明白 而就在她准备回去时 婆婆却叫住了她 原来她是被女孩优秀的汇报报告惊到了 看来她的儿媳真是个小天才 这下她能放心安排她去做一些事了 于是下一秒她就让小姐喊来了女孩 而这也正如了女孩的意 毕竟她本来也打算来找婆婆 婆婆见状当即让她先说明原有 于是女孩满脸期待地恳求婆婆允许她能出门 没想到婆婆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只是嘱咐她记得带上试围 接着婆婆就提出了她此行叫她过来的目的 原来女孩这些天的表现她都看在眼里 她对于如此有天赋的女孩青睐有加 感觉女孩就是与生俱来的狮子家族的女主人 这种感觉就像她看到小时候的儿子 努力捕捉比她大好几倍的成年水牛一样 她真的很为孩子们感到自豪 女孩虽然不清楚婆婆到底有多满意 但只要能让她喜欢她就很满足了 再加上其实这些是小说中有提到不 所以处理起来更是得心应手 当好这时男主找了过来 婆婆直接把她迎了进来 然后便说起了叫她们俩过来的意图 原来每当丰收的秋季即将来临时 狮子家族会派人去边境巡游 目的是确保庄稼有没有茁壮成长 以及确认边境有没有异样 所以他们会在夏天提前举办 祈祷秋日巡游顺利进行的宴会 而由于这个宴会规模格外庞大 所以通常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 但现在负责准备这个宴会的人暂时还没回来 所以她打算把这次宴会委托给女孩操办 女孩想到这可能会是个大展身手的好机会 当即欣然同意了 婆婆对她的反应满意不已 她就知道自己没看错人 接着她又派男主去辅助女孩 毕竟这也是个增进感情的好机会 她可是比任何人都想看到 他们俩感情突飞猛进的模样 为了挑选送给宴客的祝福礼物 女孩特地邀请男主一起出门逛街 甚至还在月光下深情告白 就在不久前女孩被婆婆委托操办宴会 次日男主就带她来到了家族图书馆 原来她是想先带女孩了解一下宴会的准备工作 只有根据这些专业的参考书 他们才能做好规划 尽管女孩提前通过剧情了解过这些 但真正操作起来还是很困难的 好在有男主在边上帮忙 不过最初准备宴会的人究竟是谁呢 能操办如此庞大的宴会 感觉也是个关键角色 但男主显然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 而女孩想到有资格操办宴会的人 必然只有男主的家人了 之前的全家福上看到男主 还有个姐姐和弟弟 所以那个人应该就在那两人之间了 见女孩如此不依不饶 男主只能无奈告诉他 之前都是他姐姐在操办这些事 女孩听到这话 顿时想到了小说里 对男主姐姐的描述 她是传说中的冷面狮子女王 就连对女主都很冷淡 想到这里女孩顿时紧张不已 不知道那位女王大人 会不会因为他们接手 她的工作而生气 男主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 连忙安慰的 没关系姐姐不会介意的 毕竟她的工作量可是减少了 接着男主猛地站了起来 那么今天到这里就结束吧 现在我们去休息一下吧 等他们从图书馆出来 已经是半夜了 女孩边走边和男主感叹 感觉晚上的花园比白天还漂亮 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女孩被吓了一大天 男主却安慰他不要害怕 还让他朝空中看去 原来是有人在放烟花 不过为什么会现在放烟花 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原来后天是超级月亮升起的日子 这对狮子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 女孩一听顿时兴奋起来 这么说就像过节一样了 男主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所以你才会想出门吗 女孩见他误会连忙解释 我不是为了参加庆典才想出门的 我只是因为在家里待太久 有点无聊 男主听到这话当即发出邀请 那么我们要不要一起去逛逛 反正我们也得挑选祝福礼物 女孩一听这话 猛地想起了差点被他遗忘的内容 原来这次宴会上 有个特别习俗叫祈求平安 将会由宴会主人 亲自挑选礼物送给被邀请的客人 以此来祝福他们旅途顺利 而每年的礼物都不能重样 必须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而且必须取自狮子里 所以说选份好礼物 是建立生育的好机会 看到突然陷入沉思的女孩 男主连忙安慰 没关系我不会勉强你的 如果你不想和我一起 我就不去了 女孩见他这样慌忙摇头 谁说我不想的 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 我可以给你买高级甜点 男主还是第一次见女孩 这么卖力地求他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既然夫人如此恳切地请求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次日女孩早早就起来收拾了行囊 还准备把小水也给带上 今天出门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挑选合适的祝福礼物 另一个就是找到情报工会 但小说中只提到过 情报工会伪装成了钟表工房 其他事一概不知 只希望今天能找到他的具体位置 这时男主刚好来找他 于是两人当即一起出了门 首先他们决定先去找 合适的祝福礼物 上次在图书馆的书里了解到 迄今为止的祝福礼物 有护身武器 草药和水果等 所以这次他们决定 找一些新奇的东西当礼物 逛着逛着他们突然来到一家花店 于是女孩立刻兴奋地问男主之前 有没有人送过花 男主表示这倒是没人送过 毕竟狮子一族不太喜欢花 女孩一听这话 当即拉着男主去看花 但没想到老板刚好不在 于是两人只能先在花店里四处看看 很快女孩就留意到了角落里的紫色的花 那花瞧着有些眼熟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想到男主也许会知道 女孩当即指着花问道 你知道那是什么花吗 谁知男主一见到这花 立刻面色凝重地捂住鼻子 我知道那种花 它的气味很难闻 这时小蛇也钻出了包 我也知道那种花 那是多内克花 女孩听到花的名字猛的意境 那不是很珍贵的花吗 也是曾经的大姐唯一喜欢的花 还在老鹰家族的时候 她可没少替大姐打理 这时花店老板刚好回来了 她一见到有客人来当即 就要先把多内克花给处理了 吓得女孩连忙阻拦 而老板只能无奈地和他们诉起了苦 原来在她原本生活的地方 多内克花很受欢迎 所以她才引进了这种花 谁知狮子一族格外讨厌这种花的气味 不过好在除了狮子一族 其他兽人还是挺喜欢这种花的 但是没想到最近蛇兽人 又在边境闹市导致贸易路线被封锁 由于无法销售出去 她就只能忍痛把这些花给处理了 女孩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传说多内克花是被闪电的破坏力所污染 才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如果找到办法进化 她说不定就能消除异味 届时她将会成为最完美的祝福礼物 于是女孩当即包下了 花店里的所有多内克花 而终于选定祝福礼物后 女孩便和男主愉快地逛起了街 中途还顺利找到了钟表工房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女孩总算是逛得心满意足 今天是她有生以来过的最快乐的一天 这是男主注意到女孩买的花束 你为什么要买那束花还一直待在身边 女孩一听这话连忙拿起花束 事实上我买这束花是为了送给你的 不知为何看到月亮总会想到你 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你能收下这束花成为我的朋友吗 为了进化多内克花 女孩决定借助自己的塔奈托 提升庭院里的古术的力量 没想到竞争的成功培育出了没有意味的多内克花 就在不久前 女孩成功在逛街的时候 找到了合适的祝福礼物和情报工会 为了感谢男主的支持与帮助 也为了和她拉近关系 女孩特地送了一束花给她 谁知这一举动竟让男主浮想连篇 她实在有些想不通这只小青鸟 为何执着于和她这头狮子当朋友 而且感觉也不像是暗恋她 果然女人的心思最难猜了 于是男主干脆直接问了出来 所以你为什么那么想和我当朋友 结果这下又把女孩给问主 其实他是为了改变必死的结局 才会一直亲近男主的 但是这些他又不能说出来 于是他只能随便找了个理由 当然是因为你一直在帮我 我才会那样说呀 那么你既然不想当朋友 为什么要一直帮我呢 男主听到这话 想到了他们初次见面那天 或许四年前你曾救过一头狮子吗 女孩听到他这样说 顿时感觉莫名其妙 狮子我倒是没救过 不过我曾经救过一只小白猫 虽然不知道它的名字 不过那粉嫩嫩的小爪子 应该是猫咪无疑了 男主听到这话直接无语注了 原本他还以为女孩知道 他们签订了谈那拖起约 结果现在他看起来压根就不知道 不过也不排除他是装了 所以还需要再观察看看 接着他就猛地站起了身 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去吧 如果真的想和我变得亲近起来 你还需要多多努力 对了那个玩偶是我送你的回礼 在那之后又过了一周 这天女孩正蹲在庭院里的古树旁 哀声叹气 原来前些天当她费力寻找 净化多内克花的方法时 在小蛇的提议下 把多内克花种到了庭院里的古树旁 据小蛇所说这棵古树 有中和气息的特殊能力 但这一连几天过去 多内克花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眼看黎燕慧没剩几天了 把女孩给急得不行 于是女孩决定再问问小蛇 英俊帅气的天才卡努斯大人 除了种在这里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 对此小蛇也是无奈至极 你以为我是百科全书吗 虽然我是天才 但我也只有个大概猜测 正当女孩想问问他是什么方法时 男主刚好过来了 你们俩在那里做什么 女孩和小蛇见到他来 连忙冲他打招呼 你来了我们在讨论 怎么消除花的意味 接着女孩又让小蛇继续说下去 原来小蛇的办法 就是让女孩把他的塔内托 植入古树中也许会有效果 上次小蛇在看女孩和小简 签订契约时就注意到 女孩的塔内托和古树的力量很像 都是和生命力有关的力量 所以如果女孩把自己的力量 借给古树说不定有奇效 想到这里毕竟是庭院 就算出事应该也会有人及时救他 女孩当即决定试试看 而男主却格外担心他 连忙拉住他的手 打算看着他植入力量 接着女孩轻轻把手放在古树上 然后慢慢把自己的力量输送给古树 下一秒古树周遭就散发出奇异的光芒 然后多内克花就从紫色变成了白色 女孩连忙让男主再闻一闻有没有意味 没想到变成白色的多内克花一点意味也没有 女孩听到这话欣喜若狂 连忙摘下一朵花递给男主 那这成功净化的第一朵花就特别送给你了 男主默默接过了花 然后别到了女孩的发间 我觉得比起我夫人更适合这朵花 因为曾经的心理创伤 她拒绝了任何人的亲近 直到一只小青鸟意外出现在她的生命里 当她的心第一次产生了动摇 就在不久前 女孩兴奋地把净化的第一朵多内克花送给了男主 没想到男主却反手插在了她的发间 还说她比她更适合这朵花 这撩人的举动让女孩休得不行 正当她准备和男主理论时 小姐跑来告诉她钟表工房送了一只怀表过来 女孩接过包裹一看 当即匆匆跑回了房间 在原作中原本是陷害她的恶女找到的情报员 而这次她率先抢占先机找到了情报员所在的钟表工房 再回来后 她就一直思考第一次应该委托调查什么情报 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决定调查一下多内克花 于是她就拿着自己从小就戴在身上的金链子找到了钟表工房 之后钟表工房就给她送来了这个怀表 还附带了一张纸条 女孩拿起怀表仔细端详 很快就在怀表背后发现一句话 不变的东西是记忆 女孩对于这句话一头雾水 接着她又打开了纸条 没想到纸条上的信息却令她大为震惊 情报员居然早就预判到了她会成功进化多内克花 还给她寄了一本关于多内克花的参考书 下一秒她就听到了敲击窗户的声音 等她来到窗边才发现刚刚居然是只千纸盒在敲窗户 而千纸盒的下面就是参考书 女孩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拿回了房间 刚放到桌上没一会儿千纸盒就变回了纸条 纸条上写着情报员希望下次女孩还能再找她帮忙 还真是个怪人 不过她究竟是怎么操控千纸盒的 难道是拥有超能力的其他种族吗 但眼下还是先找找参考书里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吧 结果没想到女孩翻开参考书 才发现这根本就只是一本红白书而已 难道情报员是在耍她吗 这下可真的要完蛋了 感觉前途一片灰暗 突然女孩似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拉上了窗帘 果然下一秒幽绿色的文字就浮现在了书上 原来这是特别制作的夜光书 只可惜就算看到了书上的字也没用 因为上面写的都是完全看不懂的古语 好在这时小蛇刚好来到了房里 于是女孩立刻忽悠她帮忙解答 没想到小蛇读了书上的内容后居然嘖嘖称奇 原来多内克花本是大自然赐予狮子一族的赠领 但却遭到心术不正之人的嫉妒 故意利用闪电污染了多内克花 从那之后多内克花就开始散发恶臭 让狮子一族避而远之 而其实多内克花有着特别的治愈能力 女孩听到这话突然毛色顿开 这么说来原作女主也是个拥有治愈异能的路受人 如果能找到用多内克花治疗的方法 说不定能跳过女主解决狮子一族的异能副作用 那么届时就会成为最特别的领域 想到这里女孩顿时斗志满满 与此同时领地的另一边 男主大姐正在一如既往工作着 一旁的侍从看到她紧紧捏着的宴会 邀请函忍不住开口说道 爱拉大人你听说这次宴会的负责人变成小金鸟了吗 看到你一直拿着邀请函想来还是比较满足的 不过无论如何能赶在宴会开始前回来真是太好了 宴会之后很快就是你的生日 要不这次你干脆回家过生日吧 这段时间大家应该都很担心 大姐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其实她也很好奇蒂夕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再加上前段时间她的鳄鱼朋友刚和她炫耀了她的小男朋友 她向来是个争强好胜的人 别人有的她也要有 所以亲爱的弟妻乖乖等着她回家吧 由于大姐的超强执念 导致远在府里的女孩耳朵一阵痒 不过她只以为是收到邀请函的宾客们在念叨她 只是这些天不管她怎么努力都没能找到 究竟该如何用多内克花进行治疗 这令她惆怅不已 这下可怎么在狮子一族面前一鸣惊人 好在有男主的大力支持 于是女孩当即笑眯眯地邀请她喝多内克花茶 男主晃了晃眼前的茶杯 原来夫人这些天都在和小蛇鼓刀这些 但为什么不找她帮忙呢 真令人嫉妒 想到这里男主突然反应过来 她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然后猛地一口喝下了多内克花茶 而女孩则趁机在边上使坏 你喝下这杯茶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吓得男主猛地一口全吐了出来 女孩没想到她反应会那么大 难道还在害羞吗 那么就当你答应了 看到女孩打去她的可爱模样 男主顿时脸红得要爆炸 她似乎一点也不排斥女孩这样对她 只是多内克花茶并没有任何疗效 这令女孩沮丧不已 她已经把她的花瓣叶子 甚至花根都试了个遍 这时男主突然提议可以试试她的果实 想到这里他们立刻动身来到了古树袍 这些天树下已经接了不少多内克果了 女孩摘下一颗放到嘴里 居然意外的很好吃 而男主则指着自己的嘴 适应女孩喂她 女孩又摘了一颗地到她嘴边 虽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但这次居然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没想到一向挑剔的男主 居然意外的很喜欢吃这个果子 这下小蛇也忍不住叼了一颗品尝起来 姐姐这个味道真不错 如果实在找不到治疗功效 也可以用她做甜点呢 女孩一听这话立刻让她不要乌鸦嘴 而男主突然注意到了 她左手臂上的猫眼石印记 这还是她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 不知道女孩究竟知不知道 这是他们塔纳托契约的印记 于是男主鼓足勇气问了她关于印记的事 没想到她根本完全不知道 甚至还以为这是个无关紧要的小原点 这下男主又陷入了迷茫 难道女孩真的一直以来 只是单纯想和她当朋友吗 但即便如此 她也不能接受她的心命 因为她不想再失去重要的人了 霸气大姐首次回归居然差点被误伤 气得大姐直接捏碎了胸气 女孩被大姐凶残的模样给吓到 害怕自己不能和未来大姑子好好相处 前不久男主回忆起了父亲遇害的场景 正是因为有过那样的心理创伤 才会让她一直抗拒女孩的接近 毕竟她不想再失去重要的人了 女孩看到男主愣神的模样疑惑不已 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 直到小蛇提出他们两个为什么不摘果子 他们才突然反应过来开始狂摘 女孩边摘果子边不停祈祷 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得到一个好结果 很快就到了宴会当天 用白色多内克花装饰的宴会厅 赢得了大家的一只好评 没想到只会散发恶臭的多内克花 也能被利用得这么好 婆婆健壮欣慰不已 宝贝看来你下了很大的功夫 一定很辛苦吧 听说你还为了这次祝福宴会 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女孩听到这话心虚不已 虽然她之前在婆婆面前大放厥词 但最终她只得出了多内克果实 非常美味的结果 对生病的狮子兽人根本毫无帮助 最后他们只能紧急改变了策略 来用多内克花装饰宴会厅 并用多内克果实制作招待宾客的甜品 虽然没能正确了解多内克花的功效 令她有些遗憾 但她又找到了另一种 像狮子一族展现她能力的办法 想到这里她立刻拜托婆婆 把众人召集到庭院里的古树旁 很快众人便聚集到了古树前 接着女孩便当着众人的面 发表了关于多内克花的演讲 男主看到自心大方的女孩 不枉她昨天练习到半夜 现在能完全不怯场实在是太好了 短暂的演讲结束后 女孩便向众人展示了 净化多内克花的全过程 只见她先是把手轻轻放在古树上 然后缓缓朝古树输送自己的塔纳托 下一秒古树下的紫色多内克花 就在一瞬间全被净化成了白色 同时男闻的气味也一并消散 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改变 金的目瞪口袋 而女孩则是臭屁的不行 内心想着可算让那群狮子 见识到自己的厉害 当然这种时候往往也免不了 有刺头出来挑刺 果然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质疑 你这只不过是把塔纳托 输送给古树而已 任谁都能做到吧 而这个问题早在女孩他们意料之中 男主当即当着众人的面 重复了女孩之前的操作 但这次紫色的多内克花 却并没发生任何变化 不信邪的刺头们 还在认为男主是不义的 立刻争先恐后地想上前一时 然而结果当然是 他们的塔纳托也无一例外 没能净化多内克花 这下他们算是心服口服 而女孩他们也拿出 净化后的白色多内克花 当作礼物一一送给了众人 这场闹剧结束后 婆婆对女孩的表现 给予了大大的肯定 接着她又隐晦地提醒男主 去接一下大吉 女孩没能听懂他们之间的暗示 而是一头雾水地 被婆婆拉去介绍给众人认识 突然宴会中发生了骚乱 身为宴会负责人的女孩 当即前往查看情况 原来是两头雄狮在为了爱情争吵 正在气头上的棕毛 直接抄起桌上的意大利面 朝金毛脸上呼了上去 气得金毛反手抓起牛排回击 就这样两人开启了一场食物大战 眼看情况即将愈演愈烈 害怕有人受伤的女孩 连忙劝起了家 结果没想到两人 只是淡淡瞥了她眼 又开始了无休止的斗争 看到两人全都选择无视她 女孩便试图利用她的意念力 让两人听说 而这时盘子里 已经没有食物可扔了 愤怒的金毛 直接抄起盘子 朝棕毛扔去 谁知盘子竟完美 错过了棕毛朝着后面的金发女士 直直飞去 这下女孩再也做不住 当即使用意念力想逼停盘子 结果还没等意念力发挥作用 金发女士就一把接住了盘子 然后一脸烦躁的捏碎盘 而这时众人才意识到 这位金发女士 居然是狮子家族的大小姐艾拉 女孩听到艾拉这个名字顿感不一样 这不是她那个非常凶残的未来大姑子吗 霸气大姐因为教训在宴会上 闹事的人使用能力导致了副作用 女孩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请大姐喝了贝多内克果汁 没想到大姐的副作用 近奇迹般的消除 还让女孩成功获得了狮子一族的青睐 就在不久前 突然有两头熊狮在宴会上闹了起来 甚至差点误伤了大姐 多亏女孩及时用意念力改变了盘子的轨迹 这才让大姐幸免于难 只是大姐那个暴脾气 可不会轻易饶过那两个家伙 而那两个家伙也早就听过 大姐冷血女王的传闻 吓得立刻瑟瑟发抖地求饶起来 请饶了我们爱拉大小姐 我们不是故意的 其实都是因为轻鸟 结果两人话还没说完 就被大姐一把拽住领子扔飞了出去 宾客们见到他们的惨状唏嘘不已 其实他们俩整这么一出闹剧 都是为了试探女孩面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没想到刚好撞上大姐 大姐一出手 大家也没人敢替他们俩求情 解决完两人后 大姐便朝着女孩走了过来 给女孩整得忐忑不已 而她不知道的是此刻大姐比她更紧张 一想到刚才让弟媳目睹了 自己如此凶残血腥的一幕 大姐就觉得身无可恋 不过看弟媳这副乖乖巧巧的模样 应该不会太介意吧 还有那肉嘟嘟的小脸颊 让她好想掐一掐 想到这里大姐忍不住 拖了拖自己没什么热的脸颊 却意外让女孩发现了 她布满疤痕的手脸 而这时男主匆忙赶了回来 护住了女孩 好久不见了大姐 刚刚我出门找你好像和你错过 接着男主又和女孩介绍起了大姐 夫人这位是我的亲姐姐艾拉 虽然看起来很凶 但一般不会随意伤人 女孩想到大姐刚才那副残暴的模样 顿失冷汗之毛 但还是努力维持友好的威胁 大姐见到她这样 露出了痴迷的笑容 真的好可爱啊 女孩被她那痴女的模样吓到 那个请问我该怎么称回 没想到大姐直接自来熟的 让女孩叫她的名字就行 于是女孩当即甜甜的叫她艾拉姐姐 并发誓要在大姑子面前好好表现 看到女孩乖乖照做的样子 大姐更激动 只是她不太善于表达自己 那阵仗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兴 吓得女孩立刻询问男主大姐 是不是不喜欢她 男主看着大姐那诡异的模样头疼不疑 其实大姐心情好的时候 才会露出那种表情 这时女孩再次注意到了 大姐布满疤痕的时候 姐姐你的右手好像很不对劲 难道生病了吗 大姐听到这话不在意的挥了挥右手 你是在担心我吗 这只是能力的副作用而已 一点也不疼 说话大姐还当场展示了徒手碎大使 看到大姐更加肿胀的右手 让女孩汗颜布 男主倒是习以为常 毕竟这种小副作用 对他们狮子兽人来说是家常便反 而女孩明白即便恢复能力再好 也不可能真的不疼 于是为了能减轻一些大姐的痛苦 女孩便朝她递上了多内克果汁 虽然她对她所谓的治愈能力 已经不抱希望了 但如果能让大姐心情好一些也是好的 大姐接过女孩递来的果汁 内心感动得不行 直接当着女孩的面一眼而尽 神奇的是在大姐喝下果汁的一瞬间 副作用居然奇迹般地消除了 看到恢复自如的手臂 大姐连忙询问女孩到底给她喝了什么 女孩对于大姐的康复也是一头雾水 明明这段时间 她也尝试过给受外伤的狮子兽人抚养 以及给生病的狮子兽人喝果汁 而这些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结果没想到多内克花的治愈能力 居然是能治愈狮子兽人使用异能后产生的副作用 而大姐刚才恢复的全过程也刚好被大家目睹 给女孩激动的连忙拉住大姐的手 给她科普多内克花的治愈能力 宾客们得知这一消息纷纷向男主求证 男主却是一把懒过女孩告诉大家 这都多亏了女孩的发现 一瞬间女孩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给女孩修的慌忙解释起来 虽然是我的主意 但是我丈夫也帮了我很多 托他的福才能顺利举办这次宴会 而大姐看到被宾客们团团围住的女孩顿时吃起了飞醋 但很快她就想到了一个能和女孩拉近关系的好主意 于是在女孩送走最后一批宾客后 大姐再次找到了女孩 小青鸟一周后是我的生日会 规模和这次宴会一样 你就好好期待吧 那么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别忘了来参加生日会哦 说罢大姐便头也不回地潇洒离去 同时还为自己终于说出口的邀请沾沾自喜 殊不知她刚刚仿佛宣战一般的表情让女孩苦恼不已 生怕自己没有送出和大姐心意的礼物就会被扫地出门 青鸟夫妇终于解开心结成为患难女工的朋友 大姐也在女孩的帮助下成功与婆婆和解 能带来幸福祥瑞的小青鸟 让狮子家族的每位成员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救赎 前不久女孩为了送给大姐的礼物苦恼不已 担心自己一个选的不好就会被扫地出门 好在有男主贴心地陪她一起上街选购 经过千挑万选最终他们把目标锁定了娃娃屋 只是一想到大姐那么霸气的一个人搂着娃娃的模样就觉得很可怕 但男主却打包票说大姐一定会喜欢这份礼物 又不过她的女孩只能拉着她一起进娃娃屋选购 在那里她意外发现了拥有飞行能力的娃娃 联想到之前剩下的多内客话 女孩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当即举着飞行娃娃询问店主如何把异能装进娃娃里 结果却被告知这是商业机密 但女孩并没有就此放弃 打算回家查阅资料自己研究 这时她注意到了一旁的狮子玩偶 感觉这个送给大姐刚刚好 只希望她不要把她当杀带友 另一边小蛇卷了一个蛇玩偶一脸馋媚地看着她 好姐姐拜托你就买给我吧 看到小蛇那虎脚蛮缠的样子女孩只觉得汗颜不已 不过一想到这些天她也没少帮忙 便决定爽快地买给她 既然给小蛇买了礼物那就不能厚此薄饼 于是女孩干脆给婆婆买了凶针 给男主买了个围裙白试玩偶 最后还不忘给自己也买了个同款的围裙青鸟玩偶 采买结束后三人便抱着各自的玩偶来到草地野餐 小蛇爱不释手地抱着自己的试玩偶 但她没想到给别人买生日礼物这么有趣 这时她突然想到什么 又追问起女孩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而她自己因为是初春的生日所以早就过 提到这个问题女孩就来气 她是寄居在老鹰家族的小青鸟哪有资格过生日 虽然小时候的她也经常会羡慕哥哥姐姐的生日派对 但如今十年过去早就没有当初的执念了 也不知道她爸妈是怎么想的 居然会把她生在老鹰窝里 而且老鹰家族居然一直也没抛弃她 比西记得父亲之前好像提过她的生日在秋天 除此之外她对自己的出生就一无所知了 男主注意到女孩低落的情绪 当即打算结束这个话题 还表示自己其实也不知道生日在里面 小蛇看着两人一唱一和的模样一脸猛逼 感情小丑竟是她自己 回家后女孩便找婆婆诉说了今天发生的去世 正当两人相谈正欢时 大姐刚好来找女孩玩 结果再见到婆婆那一刻她的脸色猛的一边 然后说了句也许自己不加入她们会比较好 便早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给女孩和婆婆整的一脸猛逼 经过这一出闹剧婆婆也没心情继续下午茶了 但她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大姐 于是她便决定拜托女孩替她去看看大姐 她想知道大姐一直堵着她的原因 而大姐似乎非常喜欢女孩 所以有女孩开口问会比较好 当然如果女孩觉得为难的话 她也不会强求 女孩一听这话当即主动揽下了这个任务 毕竟她也不想看到婆婆伤心的模样 经过一番打听女孩找到了大姐的房间 看到大姐眼神空洞地蜷缩在床边 女孩顿时心疼地不行 小心翼翼地询问大姐刚才为什么会那样 她希望大姐能把心事说出来 她愿意尽她所能帮助大姐 大姐被女孩诚恳的模样可爱到 终于慢慢放下了戒备 原来她的亲生父亲和继父曾相继在她生日那天去世 而男主也曾在那天身受重伤 尽管母亲曾告诉她一切都不是她的错 但在那之后 每到她生日那天 母亲就会格外专注于工作 面对越来越疏远的母亲大姐 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来逃避痛苦 到最后她甚至变得排斥和母亲见面 女孩一听这话当即紧紧搂住大姐 婆婆怎么会讨厌你呢 大姐你这么可爱 而且发生不幸的事也不是你的错案 所以这次生日你就好好和婆婆聊聊吧 我一定会让你度过一个人生中最幸福的生日 大姐生日当天 女孩大清早就把她叫了起来 并把她的眼睛蒙住带到了庭院 等大姐解开蒙着眼睛的白布后 就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弟弟端着蛋糕和礼物 一脸微笑地看着她 婆婆主动给她送上了生日祝福 生日快乐孩子 谢谢你的出生 一直以来我都很爱你 大姐听到这话顿时激动的热泪盈眶 这个生日真的是她有生以来过的最棒 婆婆看到重展笑颜的大女儿欣慰不已 连忙向女孩表达了感谢 谢谢你儿媳妇 把你带回家这个决定实在是太对了 能得到婆婆的认可女孩也觉得很开心 也许未来离婚后也不会忘了这么幸福的一天吧 想到这里女孩不由地伤感起来 男主注意到后突然叫住了她 夫人你觉得十月三日怎么样 你之前不是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吗 那么我们就自己重新选一个日子吧 然后我会在每年的那天都为你庆舍 女孩听到这话感动得不行 明明男主都不愿和她当朋友 但却愿意这么为她着想 男主看到女孩如此欢喜的模样当即愣住 起初她担心女孩的接近是带有目的的 但随着这段时间的相处 她发现女孩是真心在为他们家族付出 也许她可以成为自己珍贵的家人 想到这里她轻轻牵起女孩的手 夫人如果你愿意的话 从现在起我们就当朋友吧 神秘的路寿人员女主终于登场了 似乎还对女孩很熟悉 但因为做了伪装女孩并没能第一时间认出她 同时秋日寻游也开始了 男主和女孩当着众人的面狠狠秀了波恩爱 就在不久前 女孩和男主终于解开心结成了朋友 男主还为女孩选了10月3日当新的生日 只是女孩对于男主选的这个日子有些不解 毕竟男主的生日是10月2日 难道她是急性说的日子吗 男主听到这话不由地想起了 四年前他们初次见面的那天 正是因为那天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她才会选那天当女孩的新生日的 想到这里她还试图帮女孩回忆一下 但女孩对她的话还是一头雾水 男主见她这样便止住了话题 女孩听到这话当即冲她比了个鬼脸 然后就匆匆赶去见婆婆 婆婆见她过来直接给她递了份文件 原来由于女孩这些天的出色跑线 婆婆打算送她一份地气当礼物 这样她以后就能用这块地种多那颗花做生意 女孩听到这话当即点头哈腰的对婆婆道谢 没想到婆婆居然这么大手笔 突然她注意到婆婆带了她送的胸针 看来她的眼光还是可以的 婆婆带着居然意外的很合适 对了我在买胸针的店里看到了拥有异能的玩偶 婆婆听到这话若有所思 看来是利用了特内多尔啊 那是一种能储存异能的罕见矿石 狮子一族的领地范围内也只有两座特内多尔矿山 女孩听到这话顿时好奇不已 婆婆见状当即掏出了家里现有的特内多尔 女孩见到那耀眼的橄榄色矿石 这才想起了原作中的剧情 女主为了躲避想把她关起来的男主选择了逃跑 结果误打误撞跑到了一个满是宝物的地方 其中就有这个名叫特内多尔的矿石 只是特内多尔跟其他宝物比起来略微迅速 没想到居然是这么有用的东西 一想到这里女孩顿时就无比羡慕女主 而这时婆婆的话却把她拉回了现实 说起来我们也要开始准备秋日巡游了 女孩一听这话连忙兴奋地问婆婆需要她做些什么 没想到婆婆却只是让她增强体力 女孩当即信心满满地答应了下来 结果几天后她就变得憔悴无比 原来这几天的高强度训练差点没把她累死 但一想到大姐她们好不容易抽空帮她训练 她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训练 当她看穿微微地拿起弓箭准备练习射击时 男主一把握住她的手开始教她怎么发力 女孩看到紧紧包裹住自己的大手 以及比结婚时更高更帅的男主时 忍不住羞涩地把脸瞥向一边 最后在男主的教导下女孩射出了漂亮的一遍 而且还刚好正中把心 让大姐顿时对女孩崇拜不如 而男主则表示女孩如果再努力一点 说不定很快就能超越她了 女孩听到她说这话顿时觉得很不爽 自从成为朋友后 她总觉得男主变得比以前唠叨 而在那之后 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找不到第一次那种男主 还把自己给累得够呛 于是她干脆变回轻鸟形态版本 想到自己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男主的骨肉 女孩就忍得住拖着疲惫的身躯 猛捉男主的头 给男主痛得连连求饶 夫人好痛啊 头盖骨都快被你拙裂了 女孩见到她这做作的模样 用翅膀比了个中指示意她不幸 男主见状只能无奈表示 果然这样在女孩面前是行不通吧 给女孩气得左爪直接抽起了筋 把大姐给心疼坏了 连忙轻轻给她的小爪子按摩 接着男主又小心地把媳妇放到了桌上 然后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我们夫人实在是太辛苦了 明天给你放个假吧 听到这话 女孩终于破天荒地对她逼起了心 而大姐见到她这可爱的模样 一个无助一居然把女孩的衣服给撕裂了 次日女孩早早起床 打算悄悄溜出门 却刚好被男主抓了个正着 在女孩的一痛恳求下 男主终于肯放她单独出门了 而女孩此行的目的地正是钟表工房 她想拜托情报员为她找到 小说中女主偶然发现的神秘宝藏地点 女孩推门进去刚想说出自己的诉求 结果就听到一道凌厉的女生说不卖 接着女孩就注意到了眼前 这个戴着面具的漂亮女人 而女人见到来人时 她当即表示了欢迎 亲爱的顾客您终于来了 请到这边来 说着女人把她迎进了会客室 女孩对于她认识自己感到有些惊讶 女人却表示女孩作为狮子家族的青鸟 儿媳早就赫赫有名了 接着两人很快进入了正体 女孩想拜托他们 帮她找一个刻着花的钟楼 女人听到这话当即愣住 气氛一下变得很微妙 但很快她又恢复了正常 那么请您先预付定金吧 女孩递过定金又问了个问题 她想知道为什么 古术只对她的塔纳脱有反应 她翻遍了所有古籍都没找到答案 女人听到这话 却只是提起了她之前送给女孩的怀表 并表示答案就在怀表后面刻的话里 希望女孩能早日想明白其中的奥秘 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就要支付额外的费用 接着女人就直接结束了今天的交易 送走了女孩 而女人见到女孩离开就摘下了脸上的面具 接着女人就变成了和女孩差不多大的少女模样 原本漂亮的金发也变成了棕色 原来她竟是路寿人员女主 她盯着女孩离开的背影喃喃自语道 没想到你小时候居然长这样啊 几天后女孩得到了钟楼的具体位置 而今天刚好是秋日巡游的日子 于是女孩只能把这件事暂且搁置 第一次经历秋日巡游的女孩对一切都好其不如 奈何她的体力还是有些跟不上 男主注意到这点连忙替她捏了捏腿 女孩见她这紧张的模样调侃道 难道你要背我吗 谁知下一秒男主竟真的一把背起了她 给女孩休得当即想让男主放下她 但男主却怎么都不肯 小夫妻恩爱的模样顿时让狮子家族的众人欣慰不已 因为秋日巡游的一场意外 女孩终于发现自己四年前救下的小白猫 其实是自己如今的白石丈夫 在那之后青鸟夫妇的感情进一步升温 只是接下来他们又即将面对非暴家族的阴谋 前不久狮子家族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秋日巡游 途中原本晴朗的天气却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 眼看雨势越来越大 为了安全考虑婆婆当即让大家先回营地明天再来 大家听到这话都小心翼翼地往营地赶去 突然小男孩手中的球不小心掉了出去 小男孩为了捡球直接掉进了湍急的河流中 他爸爸健壮当即跳下和抓住了她 但他们俩却一起陷入了危险中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 女孩主动站出来 利用意念力拯救了父子俩 过救后依偎在爸爸怀里的小狮子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 女孩当即温柔地把球给他递了过去 还好你们没事 这是我第一次对人使用意念力 如果让你害怕了的话我很抱歉 虽然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一直都习惯隐藏自己的意念力 不过如果能救人就算暴露了他也心甘情愿 这时小狮子的爸爸也醒了过来 小心地检查小狮子有没有哪里受伤 女孩看到他的脸 才发现原来他是之前在婚礼上找茬的大叔 没想到大叔居然这么爱自己的孩子 还真是人不可冒想 见到儿子没事大叔总算松了口气 然后毕恭毕敬地朝女孩拘了一躬 谢谢少夫人救了我唯一的儿子 以后哈林顿家族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恩情 狮子家族一向高傲的哈林顿家族 终于承认了女孩的身份 这让女孩在狮子家族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男主看着被大家簇拥着的女孩一脸心闻 他的夫人实在是太酷了 接着众人又开始朝着营地赶去 突然女孩发现和对岸似乎有个鬼鬼祟祟的声音 他把这一发现告知了男主 男主让他用剑先做个标记 等雨停了再来好好调查一下 结果就在女孩射出剑的一瞬间 一道闪电落下直接劈断了女孩身后的树 就在倒下的树即将压到女孩时 男主一把拉开女孩一剑劈开了树 当他们刚打算松口气 下一秒女孩脚下的低又裂开 接着他就不受控制地朝河里倒去 男主见状连忙去拉他 结果两人全都掉进了河里 吓得婆婆连忙拍大姐去找救援队过来 这时岸边的小蛇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有闪电袭击女孩 而且在男主和女孩落水后 天气立马就变好了 这一切实在是太诡异了 另一边和对岸的神秘男 看着被射穿的旗帜一阵后爬 原本他以为女孩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青年 没想到他居然那么敏锐 而这面旗帜其实是个能操控天气的保护 因为被女孩射穿了 所以被操控的天气才恢复了原样 不过他的目的也算是达到 为了守护黑豹家族 他必须除掉男主和女孩 而他不知道的是男主不仅没死 还顺利找到了女孩 只是女孩因为受伤过重 直接变回了青鸟形态 即便男主第一时间做了急救 但他还是呼吸微弱身体冰冷 他实在不想再看到珍贵的家人 在自己面前死去 突然男主想到了 他和女孩的塔纳托契约 塔纳托代表着每个兽人的生命力 所以只要他能成功向女孩注入塔纳托 他就有希望快速好转 而最后男主也的确通过这个办法 成功救回了女孩 等到女孩再次醒来 已经是十天后了 听到小姐的哭诉 他才知道是男主救了他 于是他当即决定去看看男主 结果却在路上遇见了 正在谈话的婆婆和医生 原来男主竟还没醒过来 而这都是因为他冒险 向女孩注入了塔纳托的缘故 虽然这种行为十分危险 但理论上来说 如果波长合适也是可行的 而男主和女孩 显然是波长合适的那一类 所以男主只要好好休养 就能恢复生命力了 只是医生也不知道 他究竟什么时候才会醒来 这时婆婆似乎注意到了女孩的存在 连忙把医生叫进去说话 而女孩在听了医生的话后 把脑子都在害怕 男主再也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等到婆婆他们离开后 他才敢偷偷溜进男主的房间 这时他发现了男主枕边的纸条 上面写着男主很快就会好起来 并且表示这一切都不是女孩的错 相反他觉得自己作为大人 没能保护好他们感到抱歉 这是婆婆写给女孩的纸条 女孩看到这些话眼泪止不住的落下 现在他只希望男主快快醒来 只要他能醒来 他什么都愿意做 突然女孩意外发现了 男主小时候狮子形态的照片 这可爱的小模样 和他之前救的小白猫还真小 这时女孩似是想到什么 连忙翻过男主的爪子仔细查看起来 没想到男主的小肉垫也是粉色的 他一直以为只有猫咪的肉垫才是粉色 难道说他四年前救下的小猫咪 其实是男主 突然男主变回了人类形态 这意味着他在逐步恢复意识 果然下一秒男主就缓缓睁开了眼 一醒来他就着急地询问女孩今天是几号 女孩翻开日历发现 今天已经10月5号了 可惜男主的生日已经过了 但男主却毫不在意 而是轻声对女孩说道 虽然有点晚了 但是祝你生日快乐夫人 说完这话 他又迷迷糊糊地昏睡了过去 这令女孩感动得不行 没想到他还记得自己的诺言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紧紧握住男主的手 不知怎么的他突然很想就这样和他牵一辈子 一周后恢复活力的男主开始整天黏着女孩 这天他们一起来到捕树下野餐 男主突然调皮地和女孩撒娇说自己腿疼 顿时让女孩紧张得不行 男主见他这担忧的模样才说自己是逗他的 然后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 感叹自己的夫人实在是太善良了 女孩被他这突如其来的轻力举动 吓了一跳忍不住后退一步 对了我有件事想问你 之前你问我四年前有没有救过一头狮子 或许四年前我救的是你吗